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兄弟发明创造飞机以来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中 飞机显然已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一样交通工具 但多多少少会有事故发生 下面就说一两个在民航史上有着全员生还的传奇空难 一 中国东方航空586号班机事故 此次事故发生于上个世纪末的1998年9月10日 起因是由于飞机起落架的故障 从而导致的一起事故 但好在最后迫降成功 机上13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员生还 其实在搭乘飞机时 个人认为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在起飞与降落的时候 此次事故又发生再上个世纪 民航客机的技术 以及通讯设备等 肯定不如现在完善 而此次事故刚好又是发生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好在飞机起后折返红桥国际机场紧急迫降 全级人员安全 这是中国首宗民航飞机迫降事件 二 美国航空96号航班事故 同样的是此次事故 也是空难史上发生事故 且全员生还的一个奇迹 开航班是1972年6月12日 美国航空 执行从洛杉矶机机场 飞往拉瓜迪亚机场的一条定期航班 但由于飞机破舱门设计 缺陷导致在高空失仰 机身左后方的破舱门完全脱落 导致飞机在高空不完全受控制 最后在机长的努力下 终于将失控的飞机 迫降在了底特律机场 机上67名乘客和几度人员全员生还 三 它的迅河迫降事件 它的迅河迫降事件 是发生在2009年1月15日的全美航空公司1549号航班紧急迫降事件 是故原因是飞鸟袭击 导致引擎失去控制 由于机长沙林伯格的机制操控 紧急破舱于哈德逊河上 避免了人员伤亡事件的发生 之前有一部电影《萨迪》 机长就是根据哈德逊河破舱事件改编而来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一个Looker 李航红团 讨厌人与网络 Regel服 BRление下 敩战